歡迎收看飛準科技的頻道 今天來教大家怎麼樣來註冊遙控無人機 那從3月31號之後 所有的遙控無人機都必須要先註冊 經過註冊 在戶外飛行的話才不會被罰款 操作部分先教大家 我們先進入一個網址 網址是 john.caa.gov.tw 從這網址進來之後呢 你會看到有四個大區塊 有自然人 這是我們等一下要教大家怎麼去註冊遙控無人機的部分 然後政府機關法人及學校 是從這邊做登入的 製造商帶領商這個是我們一般人不會去碰到的 那首先我們來教大家從自然人的部分 登入 選到自然人 這個地方選登入 那這部分呢首先要準備你的健保卡 或者是 自然人憑證 以及一個讀卡機 自然人憑證的讀卡機 那透過這個讀卡機 我們這邊就可以點選 憑證登入 這邊準備的是健保卡 所以我們點健保卡登入 那因為之前呢 已經註冊過了 所以我這邊只需要輸入密碼就好了 打入密碼按確定 你就會看到 你就會登入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的遙控無人機管理系統 這邊就要填寫你的基本資料 有你的聯絡電話 姓名 性別 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 不需要準備健保卡 只需要用你的電子郵件就可以登入了 然後你的國籍 然後你的戶籍地址 以及通訊地址 這邊就可以選擇 下次的 登入的時候 是否需要重新 讀取評證 選擇否 你就可以直接用密碼做登入了 確定變更 點選 註冊申請 等下去 這邊有一些註冊小電鈴 註冊人必須是遙控無人機的所有人 這個部分呢 通常我們DJI產品是沒有問題的 這條我們就先跳過 25公斤以下的無人機只需要辦理 產品登入及註冊許 即可 那25公斤以上我們一般 很少人會 在DJI產品裡面並沒有 所以我們就 先跳過這一段 好直接點開始 在9月30號之前 註冊是免費的 登入了之後呢 這邊會有一段 教育宣導的短片 那看完了之後 你才可以開始做註冊 那這邊先跳過 這邊已經登入過了 下一步 有三個問題要回答 好 那每一次的答案都會不一樣 你每次登入一次要去做註冊的時候 每次的答案 題目跟答案都會不一樣 一般公司所有聊空 無人機超過最大 多少重量必須辦理註冊 答案是全部 註冊號碼 有限期限兩年 自然人所有的無人機最大起飛重量需要多少辦理註冊 答案是250克 這部分大家應該都沒有問題 直接寫下一步 申請的資料這邊就會有你全部的個人資料 直接點選 新增一筆 好那假設我今天呢 我要註冊我們DJI的產品 型號呢 我已經註冊過一台 Inspire1 假設我現在註冊 Mable2 Pro好了 我們自己 輸入的序號呢 是用 自己編的號碼 那 假設 我這邊 例如我是CAN 我就選CAN 001 旁邊點一下它會顯示你現在 無人機的規格 你選確定之後 你如果有第二台機器 你也再新增一筆 好那我現在 範例的話只做一台 然後選下一步 到這個畫面來 會收取註冊費用 在9月30號之前註冊是不需要費用的 所以現在費用是零元 下一步 確定後不再更改 到這個頁面的時候呢 雖然它現在不用繳費的 因為它系統關係 我們還是要點選 線上繳費 點下去呢 它就會顯示該筆資料無需繳費 按確定 這樣子就完成了 回到查詢頁面 查詢我最近註冊的 它信件已經來了 感謝您使用遙控無限管理系統 無人機付費成功 已經就有 你已經註冊過的 飛機 點選列印註冊標籤 然後把剛剛註冊在飛機 打勾 按列印 它就會下載你的遙控無人機的標籤 就可以直接把它列印出來 貼在你的無人機上面 那自然人的飛機註冊呢 我們這邊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 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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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